劉曉波阿哥探監被拒 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說 五中全會前日閉幕之後 幾個北京的異見人士都已經解除監控 但劉曉波的太太劉霞仍然不可以自由外出和打電話 只可以透過Twitter和外界溝通 他哥哥留同估計 當局會繼續遠禁劉霞直到12月10日 即諾貝爾和平獎頒獎日 至於住在大連的劉曉波哥哥劉曉光 最近想去錦州監獄探弟弟 但被當局拒絕 哥哥說82歲的老父已經無法行動 只有他可以去探監 又擔心劉曉波和倉的五個囚犯 有暴力傾向會傷害他